世界卫生组织把新冠肺炎疫情定调为全球大流行之后 全球的确诊病例目前是已经接近17万宗 死亡人数大约6000人 受影响的国家更超过140个 中国以外的全球感染人数目前是已经超过了88000人 高于中国境内的81000人 这是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 第一次超越中国境内的确诊病例 至于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 昨天再增加368宗死亡病例 创下单日最高死亡的数字 让当地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也让意大利人民恐惧提升 不敢再随意出门 全面封锁的意大利罗马 即使到了星期天也犹如一座死城 除了著名的旅游圣地 罗马经济场和特兰维喷泉 还可以看到一些身影之外 其他景点都空无一人 当地堕索教堂 也因为新冠肺炎来袭 而显得格外冷清 不过 有位不堪寂寞的牧师 就想出了一个妙招 他们问我 把他们送我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然后我把他们写了 在这个美丽的城堡里面 原本应该热闹换腾的街道 如今只剩下冷冰冰的舞台和椅子 让一些民众只好待在家里吹奏音乐 想办法为社区增添一丝生气 与此同时 西班牙政府也在首都马德里 部署了大量警力 从捷运站 广场到各大街小巷 都能看见执法人员在巡逻 而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劝请在外溜达的民众 赶快回家降低感染风险